我们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1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1节 这边我念给大家听 这边耶稣他说 这是耶稣所说的 他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我要你记得这句话 财宝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会在哪里 记得 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就会在哪里 他讲的是 你的财宝 什么是你的财宝 你的心就会在哪里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 去看我们的财宝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去看我们的财宝 接下来这几个礼拜 我们的讲道的系列 就叫做 讲道是我们所信的那个信靠 我们的信靠 但是你的信靠会决定 你的财宝是什么 就会决定你的信靠 有多么的深 有多么的稳 What is your treasure 接下来这几个礼拜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 这件事 OK What is your treasure 你的财宝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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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告诉旁边的 你的提款卡的那个密码 But ask your friend 跟你旁边问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那我要你帮助我给你旁边的人 今天讲道的主题 就是 How is your heart How is your heart 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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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most almost 差一点 有事吗 年度报告 要讲 对好 对不起 谢谢 我差一点 等下大家坐下的时候 再讲 OK 我差一点 称今天的讲道主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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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eart Would Go On Oh my goodness I did I almo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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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eart Would Go On 但是我想说 No 如果再写 再 更多的Titanic Reference的话 你会去 录下所有对我的 Respect So So that was the Original Title My Heart Would Go On 但是为什么 我要讲 My Heart Would Go On Because My Heart Would Go On To Create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at was my intention 我本来是想的是这个 OK But 新的方向 是我们的主题 OK 然后 对了 再来就是 刚刚Elisa有提醒我 就是我们有一个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大家可以继续站着 我promise 不会再站很久 我们有一个年度报告 每一年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在过去一年当中 神在我们中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有一些的数据 OK 然后也是因为每一年 大家都非常的慷慨 也是非常忠心的奉献 所以我们要成为 这些奉献 这些金钱的好管家 所以上面会有一些 The Break Down 去年花了多少钱 收入多少 然后是花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所以如果机会的话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这些的数据 我博尔之明 我抓了几个数据 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去年有720个人决志信主 在我们的当中 有720个salvation 有720个salvation 在去年在我们当中 720个salvation 有91个人受洗 91个 在武汉肺炎 我们有几个月是没有办法觅 但是我们还是有91个人受洗 去年年春的时候 我们大概只有20-30个小组 但是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有101个小组了 帮助大家可以进到 community的里面 这个是有趣的 这个是有趣的 我们去年 去年的sermon 在我们的YouTube 我们的讲道放到YouTube上面 总共有33万7千多个的次数 被看到这个次数 所以这个是有趣的 我们这些的信息 是在返回 祝福到很多人 我最近有一次 我最近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 晚上开车的时候 然后被警察临检 因为警察会看那个酒驾 然后警察就 我就pull over 然后就看有警察 所以你有酒驾 不是 我有酒驾 就是你要酒驾临检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窗户摇下来 然后就把窗户摇下来 然后警察就看了我一下 他说 你是不是万里好牧师 然后我说 我说yes 然后他就说 我都在看你们的讲道 我都在看The Hope的YouTube 对 然后我心想 还好我没有喝酒 还好我没有酒驾 你知道 其实我对酒精过敏 也不能喝 我最近发现 You don't care about this but I'm going to tell you anyway 因为这是我最近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最近发现到 海尼根 做了一个零酒精的啤酒 It's so amazing It's like To me It's like It's almost 没有福音那么厉害 但是 But it's great because 我很喜欢 我喜欢吃披萨 或者吃烧烤 要配一个酒 但是我对酒精过分的时候 不太喝酒 所以 So good I love it Again 如果你再想说这个牧师怎么样的话 I'm sorry You're stuck with me OK You're stuck with me But let's pray Father God We bless you We thank you 谢谢你在我们中间 做这奇妙的事情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我们祷告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 做一个生的事情 我们祷告我们追求的生不是只是更多 我们追求生是做的彻底 我们祷告今天你教导我们的 虽然可能一些东西是我们本来就已经知道的 但是今天我们学习敞开我们的心 I invite you to do a deep work inside of us 你的福音可以彻彻底底的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 你的主权可以彻彻底底在我们生命中被设立起来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大家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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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我们多少人还记得有一个叫做Game Boy的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现在Nintendo还有没有在做Game Boy But我在我小学的时候 Nintendo released一个叫做Game Boy 如果你不知道Game Boy是什么话 在那个时候来讲 Game Boy是个非常revolutional 非常非常创新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那个之前 如果你要玩不同的电动的话 你需要去买不同的电动的主机 但是Game Boy revolutionize everything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Game Boy 你可以换不同去换 一直去换那个卡带 OK 大家知道 我可能你还记得 呼呼呼 大家记得这个 呼呼 OK 所以在Covid-19之前大家还敢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会向你们做 呼呼 Right 就是卡带就是 你可以去买不同的游戏 然后你可以去换不同游戏 所以你有一台Game Boy 就可以买不同的游戏 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送给我一个Game Boy Right 但是我妈妈不知道 Game Boy需要不同的游戏 所以你买Game Boy的时候 它会送你一个游戏 叫做什么 俄罗斯方块 And so all I got was 俄罗斯方块 登登登登登 So all I got was 俄罗斯方块 但是俄罗斯方块只能玩 你会玩到一个地步 就不想再继续玩俄罗斯方块 我想要玩其他 我想要玩马力 我想要玩一些其他的游戏 And so 我那时候开始发现到 原来要买卡带是需要钱 You need money to buy it 但是我身上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生意家 所以我就开始了一个business 我就开创了一个 我在年纪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开了一个business 这个business就是 在家里面找任何我妈妈 不会看到的东西 然后拿出去卖 满家掏空案就在那个时候发生 所以 我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是一个百科全书 那这个百科全书我们家已经买了很久了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用它 And so 我就想说 卖几本我妈应该也不会知道 You have to be smart 你不要把全部都卖掉 全部都卖掉 这个架子就空了 对不对 你可以去卖 比如说M 或是卖O 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说的 So 我就去我们家的neighborhood 就开始贴很多的广告 上面就说Encyclopedia for sale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不断的接到电话 那就很多人打电话来问说 请问这个百科全书我有兴趣 我想要买 And 我妈就说你在说什么 别人就说我在外面 我看到有个广告 上面说你们家在卖百科全书 我成为一个百科全书的Salesperson Encyclopedia Salesman And 我妈超级生气的 他就转向我 他就找我说 Peter Are you selling our Encyclopedia Is that my Encyclopedia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这么 这么笨去做这件事情吗 The reason why I was doing this was because 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 钱是我的宝藏 钱是我最想要的 因为我想到说 如果有钱的话 我就 如果有这个的话 我就可以去得到我想要的 我可以去得到 我可以去得到 Gameboy的游戏 And so 这个Gameboy的游戏 跟这个钱成为了宝藏 它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也因为它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一切其他的事情 Became secondary to it 在它排位的里面 在我生命中排了第二的顺序 And so 我们家的Encyclopedia 第二顺序 Common sense 第二顺序 所有这些东西都变得是第二顺序 Becomes secondary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宝藏 你的财宝 我们刚说宝藏财宝 你的财宝是你所拥有的 你拥有的财宝 但是财宝不是你拥有的 财宝是那拥有你的那一个 拥有你的那一个 就是你的财宝 我们还愿我有财宝 但是其实在我们生命中 真正那个财宝是拥有我们的心 所以耶稣他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会在那里 因为你的财宝拥有你的心 你把什么东西看为你的财宝 那个东西就会拥有你的心 所以你的财宝因为拥有你的心 它会成为你的老大 Your treasure becomes your boss 所以每一个东西 如果要在你生命中出现 都会先去问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宝 我可不可以出现在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 这个人的生命中有没有空间 允许我这个东西出现 他会先去问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宝是什么 这样说 如果对你来说 看起来是成功 是你最重要的财宝 你最care about的是别人怎么去看你 你最care about的是你的形象 如果这是你最care about你的财宝的话 任何一个时候 你想要try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那个财宝就是说 你先问我可不可以 我不可以 Peter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如果Peter做这个的话 他可能会失败 他看起来就会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他不可以去try这个东西 你的treasure会去决定 你生命中有多少的空间 容许其他东西存在 如果钱是你的财宝的话 钱就会变成是你生命中做决定 其他东西可不可以存在在你的生命中的里面 如果钱是你财宝的话 你想说我要不要做这份工作 钱会说你先来问我要不要接这份工作 你来问我要不要做这件的事情 because money becomes a treasure 它成为你的报 它成为你做所有东西 所有决定的主导权 就在你的treasure的上面 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花这么多的时间 为什么耶稣这么注重 祂讲的不是你的心 祂讲的是你的财宝 祂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 draw your attention draw我们的attention 把我们注意去观察 什么东西去检查 什么东西才是我真正生命中的财宝 because you are controlled by your treasure 你是被你的财宝所控制的 你是被你的财宝所控制的 and so early on as a pastor 当我开始出来木道的时候 当一个传道人的时候 我生命中我就要做一个决定 什么才是我的财宝 金钱是我的财宝 还是神的呼召是我的财宝 因为我刚出来当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好多年来 我的薪水就是一个月就两万多 两万多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的少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很 我觉得我开始会有一种temptation 就是我想要做一些的决定 是以钱为中心 因为我想要赚更多的钱 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的教会 邀请我去讲道 然后我里面真的会有个挣扎 因为礼拜天 你知道礼拜天出去外面讲道 可能讲一次他给你的奖元费 就是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一个月的薪水 所以我会想说 那我要不要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 我不是说每个牧师跑出去 讲道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很多时候牧师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一直跑 就是因为这是他们 最主要收入的来源 这是他们最主要收入的来源 他们没有这个话 他们没有钱 And so I had to make a decision 神你呼召我是要来建立你的local church So even though financially it's detrimental 对我来说去接这些 到年到现在 我很少去接礼拜天的讲道 我大概会接的讲道 都是礼拜六的 Because我们会说 If我最重要的时候 是我要在这个地方 Because神给我的呼召 是要来建立这个地方 而且神开始 Deal with my heart 他说 神开始提醒我 他说Peter Don't make a decision based on money 神用英文跟我讲 Because他要确保我听得懂 他在讲什么 Don't make a decision based on money Because you're not a prostitute 你不要看钱来做决定 因为你不是一个妓女 You're not a prostitute Don't prostitute我给你的 calling Don't prostitute我给你的护照 Don't prostitute我给你的生命 这是我重价赎回来的 不要把你自己prostitute出去 If我呼召你要去这个地方 去这个地方讲就去 不管人家有没有给你奖元费 如果有两个不同的人来邀请你 一个奖元费比较高的话 不要说我就去比较高的那一个 Ask me 问我 你要我去哪里 You know What is your treasure 因为你的treasure 会去决定 你生命中有多少的空间 允许其他的东西 So let me ask you again 你的treasure是什么 What is your treasure 当钱成为你的treasure的时候 当钱成为你的财宝的时候 钱就成为你的神 So instead of trusting God 我们生命中不再去信靠神 We stop trusting God 我们不再去信靠神 我们开始去信靠钱 我们开始去信靠钱 Let me ask you 你的生命中是什么时候开始 钱变成你最重要的依靠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个时间点 从那个时间 Because你小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小时候是有梦想的 你小时候是对未来有个图片的 你年轻的时候是对神有个护照的 You used to have something else besides money There used to be something else that drives your life besides money 你生命中曾经有其他的东西 是去drive你的人生 去drive你的人生 我用手笔 我不会反应你 就是用手笔 drive你的人生 驱动你的人生 But when did it change? 是从哪一刻开始 钱变成是你最重要的动力 It all happened to all of us 都是在有一个时间点 钱变成我们最主要的动力 是不是 是不是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爸爸失去工作 然后付不出你的学费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你下定一个决定说 我再也不要当一个穷人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穷 就从那个时候 我不是说穷都懂比破坏 But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要努力赚钱 我不要这样的羞耻 从那天开始 钱变成你的财宝 钱变成你的依靠 What maybe 有没有可能是 是 可能是 男生们你曾经做一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 没有选你 去选一个比较有钱的男生 So you tell yourself 我一定要努力赚钱 我要买好的车子 我要穿好的 我要大家去吃好吃 我要大家 我不要再大家去吃我家牛排的 我要大家去吃 Ruthquid 至少要Ruthquid 至少要那个 那个微风上面叫什么 那个 What someone 哈 Smith and Walensky 至少要有个view的地方 至少要那个牛排端上的时候 不要把那个纸拿起来的那一种 我还记得我青少年的时候 我 我终于 就是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我爸爸终于带我去一个高级的牛排馆 然后他们牛排端上的时候 我有点被offend 我说 那个 在哪里 为什么牛排馆 为什么没有铁片 为什么没有铁牌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What's going on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一颗荷包蛋 OK I was like So when When did it happen 是什么时候开始 钱成为 你最主要的依靠 是什么时候开始 钱变成是 人生中要准许 要有任何的东西 之前你一定要先去问你的钱包 你要去问的那一位 就是你的神 当你要去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去问的是谁 那就是你神 你去问神 他就是你神 你去问你的钱包 那就是 你去看你口袋有多少 那就是你的神 It's the one who's driving your decision 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有这样的一个moment 就是我们开始 trust money over everything else 我们开始信靠神 超过所有的一切 这在我自己的生命中 我也发现到 It's the same struggle I have in my life 但是我发现到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就是我里面 一直有一个脑袋 有一个数字 就是如果我有这样的钱的话 我有这个 这样X amount of money的话 我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你每一次只要有那个钱 你只要达到那个钱 你还是放不了心 Somebody keep moving那个market 就是那个标准一直被move 如果我可以存到一百万的话 OK Once you get it 就不够了 你可能在想 如果我如果可以 一个月薪水可以到 一个月的薪水可以到十五万的话 十五万可能很好 你想说如果一个月可以到十五万的话 I'm going to be set for life 就够了 直到你赚了十万之后 你发现到你的孩子去读书的 的同学们 爸爸妈妈都是赚一个月三十万 就想说 噢 糟糕了 Somebody keeps moving it 有人一直会去动这个东西 你里面抢的那个X 为什么叫做X 因为那个X是个位置数 那个X永远在变 It was this and now it's going to be that and it's going to be that and it's going to be that 所以你里面没有任何的平安 Because你的平安 是建立在一个不断移动的东西的上面 Where you place your trust determine how strong your peace is 你把你的Trust 你把你的信号是进来什么东西的上面 就会决定 你里面的平安 到底有多么的强壮 Because如果你的平安是建立在一个不断被移动的东西的话 不断在改的话 你的平安就会这样子被带着走 You're never going to have peace inside 你里面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平安进到你里面 But what my Bible says is 我的主耶稣是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他是从自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那位神 He's a God who never changes And that's why 我可以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他的上面 And it's a real struggle Because even as a pastor 到现在我已经主了那么少 还是我有这样的时候 我有一次我在看我们的教会的财务的时候 我看那个数字 And then I was like Oh no And I was like My peace就开始 Crumble了 我的皮安就开始 And then And then I thought Man this is crazy 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数字 如果我是两年前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那个数字 我会非常 Oh 感谢主 But how is it possible 看到同样 Actually even 而且不是同样数字 而且是更多的数字 我里面却没有那个平安 And that's why I thought God examined my heart What's going on 我什么时候开始 我信号的是 这里面有多少钱 我什么时候开始信号的是 一个数字 而不是呼召我们建议这位教会的神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信号的是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钱不好 You know I keep track We keep track of money I'm like I'm really I'm good with money I manage money well 但是 But listen 你的信号是在哪里 What's your trust What's your treasure And 接下来这几个礼拜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reasure 你会听我们讲到钱 有个人 我跟人 talk about money But money is not the main thing Money才不是那个最重要 我们也不会 我们也不会几个礼拜之后 讲完之后 我们要来收一笔风险 没有我们没有要收任何的风险 You know This is not like tricky You're like Oh yes No It's not It's not But But it's time To examine你生命中真正信靠的是什么 你生命中真正信靠的是什么 Because listen I've been there 我跟你 我跟你有同样的 We all have the same struggle 我们的挣扎都是一样的 你跟我的挣扎 我们都 我们在钱的上面 我们在财物的上面 都有我们的不安 都有我们的挣扎 But God wants to work inside of us 祂在里面 祂 wants to work in the heart So let's get ready So today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心 Because it all starts with the heart 都是从心开始 都是从心开始 Your heart will create your future Proverbs 真言第四章第23节 这边说 你要谨守你的心 胜过谨守一切 Guard your heart Some of you Some of you 你guard 你的钱 比你guard 你的心还来得重要 Some of you 你从来 你从来不会告诉人家 你的ATM的密码是多少 But you give the enemy 你心的密码 all the time So the enemy 常常进到你心里面 Plant a salt Plant一些的 thought 在你的里面 And then 去 disturb你里面的平安 去 disturb你里面 And you used to trust God fully But你开始 Allow一些东西进来 So he says Guard your heart Above everything else 为什么说 Above everything Because 神知道你会guard God knows You know how to guard You just been guarding the wrong things 你是会保守的 但是你的保守常识 你的保守 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保守不是保守 我们保守是 这不叫保守 把你的心关起来 不叫保守 把你的心 shut down 不叫保守 把你的心说 I'm going to be I'm just going to take care of myself 照顾我自己 那个不叫保守 That's not called guarding That's called shutting it down And if you shut down你的 heart 你把你的心关起来的话 神就没有办法 有空间做任何的事情 God wants to do big things But他需要 你create a space For him to do it He would do it 但是你要把那个空间 创造出来 You know You create a space And he will fill it 你创造出那个空间 让神来做事 你做不了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Get off the way 创造一个空间 I'm going to guard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不是给任何人 这个空间是给神的 只有神可以来做 So guard your heart 你要谨奏你的心 胜过谨奏一切 因为什么 生命的果效 一生的全员 生命的全员 都是由此而出 在New Living Translation 英文的版本里面 NLT里面 它说 Gog your heart above everything else For it determines the course of your life 它会决定你生命的方向 代表你的心就像是一个 一个 方向盘 你的心就是一个方向盘 我们常常 我们可能会想说 如果 如果我可以有个时光机 我就可以知道 未来是什么 你不需要一个时光机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未来 你唯一需要去看就是 What's going on on the inside 你里面是什么 就会告诉你的未来是什么 What you allow here 你准许什么东西进来 就会去决定你生命中 往哪一个方向去 And so 你的心就像是一个方向盘 And方向盘 This is the crazy thing about方向盘 方向盘 有时候只是转一点点 I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转一点点就差很多 你转一点点 就是你去到你的目的地 或者是你撞死人 撞死你自己的差别 It's just like maybe five degrees 一点点而已 And that's your heart 那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allow一点点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忌妒 一点点的恋财 一点点的自私 一点点的自私 这东西慢慢的东西 It keeps in You know Recently 我在跟佩琪在教导 Elly 一句话就是 It's all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It's all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Elly说 What's the little thing And we're trying to tell her Elly It's the little things in your life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你生命中小东西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看待小 你怎么去对待你心里面 你怎么去对待这些小东西 或去决定你人生的方向 It's the little things It's the little things 都这些小的事情 小的事情 And so我们要 We have to be careful with the heart 我们会 我们有时候会去compromise 我们去妥协神 原本要给我们的 我们觉得说 这只是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掺杂一些的私信而已 Buya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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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indu Right 只是一点点而已 But watch Watch what Jesus said 耶稣他在讲我们的心 Watch what he says 因为你的心就是一个什么 你的心 is like a machine OK 一点点都能进来 Boom 就变大 It's going to produce something bigger 为什么我刚刚说 我的 我今天的圣文是 想要这样做 My heart will go on Because it will go on to create big things 我本来想法是这样 But anyways 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圣文态的 但是我不敢用 But But because watch what Jesus says 耶稣他在那边讲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到第39节 他说 你们不要论断的 你就必不备受论断 OK 判 我们今天说判断 那其实就是论断 你不要去论断了 你是用什么去论断了 你的什么 你的心 你不要去定人的罪 你就不会被定罪 你是用什么去定罪的 用你的什么 哎哟 那个人 怎么这个样子 皇家的小朋友 我们不知道 那个皇太太 到底是怎么样子 带小朋友的 So your heart 都是你的心 都是你的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会演这种 我很多内心戏 内心戏 OK You forgive and you will be forgiven 你怎么样 劳恕 你是用什么去劳恕 你的心 你用你的心去劳恕 你就必谋 你要给人 就会给你 OK 我们常常说 你有给就会给你 我们常用这个 在讲到的是 我们有时候在 收奉行 我们会讲这个 我们会说 你有给神会给你 OK I know maybe这个principle 可以work在钱的上面 但是最主要 耶稣在讲这个principle的时候 在讲这个原子的时候 他讲的不是钱 他讲的是你的心 He's talking about your heart 你心里面有什么 你有乱断 你有定罪 你有饶恕 这一切给出去 就必怎么 给你 必须要用十足的什么 深斗 暗连带遥 散 连暗 连暗战 OK 连暗 OK 连暗 带遥 上肩 下流的 倒在你们的怀里面 因为你们用什么 凉斗 凉气给别人 别人就要用什么 凉给你们 意思就是 你什么 你的心 有什么 你allow什么东西 在你的心里面 这个东西 就会被 double的 双倍的 五十倍的 一百倍 multiply 回到你的身上 所以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对你来说 是好的消息 还是坏的消息 如果你心里面 对人的看法 会multiply back 给你的话 是好的消息 还是坏的消息 如果你 如果别人成功的时候 你都会 你充满都是嫉妒 你知道这个东西 最后会multiply 回到你的身上 这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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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如果别人成功的时候 别人做得好的时候 你可以为他们鼓掌 你可以欢迎他们 you can be happy for it then guess what 这个东西会multiply 回到你的身上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 care about 我的success 因为你也没有去care about 其他人的success 你没有去花神 去了解其他人 没有花神 去鼓励其他的人 right 我年轻的时候 I was so stupid I'm so stupid now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更蠢 我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跟别人牧者在一起 别人问说 教会怎么样 然后我就超白痴 我就一直讲我们的教会 Hey how's your church going 我就接下三十分钟 就讲我的教会 后来我发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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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一分钟讲我的教会 二十九分钟问 How's your church How is it going 神让你们家会做什么事情 Because you have to celebrate 其他的人 你用什么东西量给你 这个东西就会量回 你用什么东西去量人家 那个东西就会量回去 So let me ask you again Whatever is going on in your heart 你里面的是那颗刚毅的心 你里面是那个 或是慷慨的心 你里面是一个嫉妒的心 还是愿意给予的心 你里面是什么样的心 这个东西会不会multiply 回到你的生命中 So 是好的消息 还是坏的消息 好的消息 还是坏的消息 And so 今天我们要focus 就是我的heart 我们的heart 我们的heart That's the issue That's the issue 你的心是我们都看不到的 对不对 You cannot see it I mean I mean 如果你看得到的话 You're in trouble But Can't see I know I mean unless 你是一个我们有没有超级有恩赐 就是有那个属灵 那个 Prophetic gifting 都可以看到人的心的那种 Maybe 有些人是这样 绝大部分的我们是 不知道人家的心在想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人家的心在哪里 对不对 But whatever I tell you 生命中有一个principle 是你可以看出了一个人的心在哪里 Because Jesus already taught us 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treasure will reveal your heart 你什么东西看为你的财宝 你把你的财宝花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就会告诉我们你的心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的uncle 我有一个我的 就是我的爸爸的妹妹的丈夫叫什么 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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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伯障 my uncle I'm just say my uncle my uncle my uncle easier easier It's easier 中文 英文真的easier my sister 因为姐姐妹妹都sister 我的伯障 my uncle 他在他的家有一个 有一个我看过最大的 Blu-ray的collection 他们他家有一个房间 就是专门看电影的 你走进去全部都是蓝牙的影片 like 蓝光 蓝牙 蓝光 I'm sorry I'm very modern 我只记得Netflix 我不记得这些东西 I wonder 因为这个是好几年前 I wonder 我uncle现在有Netflix之后 这些东西怎么办 It's like 他的家就是Netflix之前 就已经有Netflix 就叫做我uncle的家 Right And so 那个房间就是那个Netflix You can watch like 所以我很喜欢去他的家 You can watch any movie 你想要看什么 其他都可以找到 而且他 他有个catalog 但他有一本书 就是你可以翻开 去看所有 你要看哪一个 那 terminator 第一 第二 第三 然后他有个数字 然后去哪个 需要去找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uncle Let me ask you 你觉得对他来说 什么是他的treasure It's easy movie 电影 他超级爱电影的 他的钱几乎都是花在 这个东西的上面 It's easy to tell where your heart is by looking at your treasure And so Let me ask 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 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信靠的时候 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宝上的时候 Does it show in how we spend 我们的resource 我们的宝藏 你说你爱 我们说我们爱神 但是我们的时间 是花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我们说我们爱神 但是我们的金钱 是花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All of these things 你的财宝 就会去reveal 去显示 去凸显出 去透露出 你真正的财宝 你真正的心到底在哪里 Where is your heart and who do you actually worship And so watch this 耶稣 God 神他要 为什么要教导我们 学习去给予 因为当我们去给予的时候 神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神正在 正在我们的心里面 做个operation 他在我们心里面动手术 他开始在 在恢复我们的心 他在医治我们的心 他在改变我们的心 Deuteronomy 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七节 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七节 这边说 要是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们的地上 第一个赐给我们的是谁 是神 你说的一切 都是谁赐给你的 都是神 你的财富是谁赐给你 是神 你的健康是谁赐给你 是神 你的时间是谁 是神赐给你 你的家里 你所一切的 这是谁赐给你 神赐给 你在 你在 神赐给你的地上 无论在哪一座城里面 在你们中间 如果有一个穷人 又是你的兄弟 你对这穷苦的弟兄 不可以什么 他说 不可以 硬着心肠 也不可 抽手 不离 英文是说 You cannot harden harden your heart 不要让你的心 硬 and do not shut your hand 不要把你的手 关闭 Don't shut your hand So why does God institute given 为什么神要 交到我们 学习去给予 因为 by doing that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神正在用这个 来医治 我们一颗 刚硬 还有封闭的心 He's healing a heart and a shut heart 一个 一个 hardened 一个 shut heart 就是一个 自私的一颗心 我们每个人 出生 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me myself and I me myself and I 毕下 毕人 在下 我 毕人 在下 我 毕人在下 我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不圣洁的三位一体 It's an unholy Trinity Some of you That's the only Trinity you worship 你唯一 敬拜的三位一体 就是毕人在下 我 That's your God So for us 我born 我 were born selfish 没有人要教你 怎么selfish You were already selfish 没有人要教你 怎么做一个自私人 你一出生 你就是一个自私人 对不对 你在看一个 你在看一个 团体照的时候 你第一个看的是谁 毕人 在下 我 如果这张照片 大家都很丑 但是你很好看 后来你会把他 upload上去 会 只是不会太 那个人而已 但是你还会 upload Why 因为 毕人 在下 我 我 all born selfish like that 每一个人都是 me too in fact 我大概比你们 99%的人 都来得更自私 我的natural That's who I am Naturally 我是一个自私 Naturally 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Naturally 出生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本位主义 非常强的一个人 That's who I am That's my person But But that's not all I am 神在我身边中 一直在教导我 你怎么样成为一个 慷慨的 How do you be a generous person And so I started to learn something 开始在学习 就是 Ask myself a question 会问我自己 What would a generous person do Not what would Peter do What would a generous person do 不是Peter会做什么 Because I know Peter会做什么 But what would a generous 我这个慷慨会做什么 I'll teach on this a little bit later on 之后 几个礼拜之后 我会再更多教导这一会儿 But Peggy 我的太太 跟我的妈妈 常常会跟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Peter Don't be so stingy 不要这么小气 Open up your world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心更多敞开 所以我跟 Peggy 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 然后 Peggy就会请人家吃饭 我说干嘛请人家吃饭 又不是人家的生日 干嘛请人家吃饭 愚蠢 两万多而已 一个月 And then Peggy就会说 Stop being so selfish Stop being so selfish 然后有一次 有一次他爸妈 从香港来找我们 OK 然后我们出去吃饭 然后每一次出去吃饭 都是我在付钱 And then I'm like 他们还会点菜 And then Peggy can see 他可以看穿我的脑 Peggy told me this Peggy就跟我说 Don't worry And this is why Oh this is so good He said She said You can never out-give my father You can never out-give my father And so Oh like you hold on so tiny 你把他这个 No 所以说 Can you open up Can you be generous 确实成个人 And so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有一次 2019年的时候 在middle of the year的时候 我开始在dream about 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 自己的场地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之前我们在夜店的里面 我想说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自己的场地 会多么的棒 And so 我就开始上网去 591 581 671 就是那个数字 那个 So I started looking at You know 591 671 591 591没错嘛 所以我第一次说对 5568什么 台湾大车大 台湾大车 台湾大车队 台湾大车队 你自己是not going well 我时间不够了 你还在那边 跟我浪费我的时间 我上了55688 我上了591 And我去看一些的 一些的场地 因为我想要知道说 大部分场地多少钱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我开始去找 And then I'm looking at this 我在我的 office 我在看看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I felt like 一个 The Spirit of God 跟我说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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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ing And I felt like 神跟我说 当你要 Stop Stop looking at your own 你不要看到你的需要 先去看别人的需要 So I'm like OK 好 所以我就停下来 然后我就 然后那天下班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的时候 神跟我说 I want you as a church 整个教会 as the hope Give away 100万 Give away 100万 To其他更需要的人 And I thought What the heck 100万 It's a lot 100万可以做 很多事情 100万可以 我们的通工便当 可以从70块 没有到90块 Like 我们开会 喝的珍珠奶茶 可以 可以加珍珠 That's good That's good I'm like That's a lot of money 100万 is a lot I mean Maybe for some of you 100万 is not a lot But like To us it's a lot And then So I went to the house Like again 我是一个 selfish的人 I'm a really selfish person So I went to the house 但是 You know 神在跟你讲的时候 You know it's from God 因为这种思想 不会 There's nothing about Peter 会出现这个思想 You know And so it's just not And it's not from the devil And so一回到家 我就马上跟Peggy说 Peggy guess what 我刚刚 神跟我说 100万 And then我就赶快讲出来 为什么要讲出来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讲出来的话 我会去消灭圣灵的感动 And Peggy听完就说 Yeah Sounds like God No Woman You're supposed to say Let's pray about it No She's like No Sounds like God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开 我们就找我们的 我们的博 然后就说 OK I have a board meeting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要奉献100万出去好不好 And then I was hoping Maybe 我们的博会说 Maybe not But我们后超级慷慨的 And then so So we gave away 100万 And so we did We gave away 100万 我们之前我们在 我们之前我们在 Hope Week很多连结的一些的 一些的这些的机构 And we gave away We gave away OK 然后我们给出去之后 The same month 同一个月 两个礼拜之后 两个礼拜还是一个多礼拜之后 我们将会收到一笔奉献 是我们教会一个 Family的奉献 It's one single orphan 一个奉献 Guess how much 100万 这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收到的最大的一笔奉献 100万 You know You can choose to 过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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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mbie的人生 You can choose to be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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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ngy的一个人 小气的一个人 你可以学习把你的心向神敞开 可以学习把你的心向神敞开 It's exciting to be You can choose to be generous in your heart 你可以 你可以慷慨的话 It's exciting But it's time to be stingy 你要成为 你要做一个小心眼的人 真的很累 你要成为一个小气的人 真的很累 有些 有些我们 我们有些人 真的小气到累死的 你生命中有一个记账本 然后你的那个记账是 那个人 那个人上次没有跟我打招呼 所以我这次也不跟他说嗨 你在记住我的账本 超级小气 OK 那个 我上次Upload那张照片 他没有按赞 这是他Upload他照片 我也不去 You're silent because you know it's true And you're so stingy 超级小气 But 你不累吗 Like It's tiring isn't it It's tiring to 计算所有这些的东西 You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你可以改变 我们刚刚说 无论在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记账 他说无论在哪一个城里面 你们中间若有一个求人 英文是说 If there's any poor person within the gates of your land 在你的地的里面 在你的城的里面 的意思就是 在你的 realm of influence的中间 在你可以做改变的 在你可以控制的 在你可以改变 在你可以影响的范围的里面 You can actually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so don't say 我就是 我naturally就是一个 一个 我就是一个 stingy的人 然后 But of course 你不会说你是 stingy 你会说你是wise about money 我们会有很多的词 我不是小气 我是好管家 You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And you have the power to bring change 你不仅能够改变你的心 你的心也会因为改变 而带来更多的改变 你的心会因为改变 而带来很多其他的祝福 You know this church 可以被建议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慷慨的人 我在说的不是只是浅而已 我在说是你们对人的那个慷慨 你们对人的慷慨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的人 你们是非常慷慨的 因为你们在服事过程里面 你们常常会被人冒犯 但是你还是持守继续的在服事 你们对人是慷慨的 你在教会 我给你保证 你在教会一个月之内 一定会被冒犯三十次 每天 那如果你有在服事的话 你会被冒犯六十次 如果你是在home team的话 你会被冒犯一百次 因为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 那如果你是牧者的话 你会被冒犯一百次 你会被冒犯一百次 but you guys are generous because the church is built on generosity 是我们怎么样子 不被冒 我们直接冒犯一百次 可以继续的给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奉献的里面 在我们的时间上 我们的金钱 在我们所有这些的上面 继续的去建立神的国度 it's built on generosity 所以神他institute giving 是去deal with我们生命中 这个heart and shut heart 我们这个封闭 关闭的一颗的心 我们继续看第八节 他说 第八节这边说 我们刚刚说 你不可以硬着心肠 不可以抽手不理 第八节他说 你们要向他伸手 要向他伸手 照他缺乏的借给他 补充他的缺乏 英文他说 but you shall open your hand wide 大家一起说wide but don't you say so wide 不要打到旁边的 wide it's wide it's wide wide open your hand wide and willing and willing 就是一颗愿意的心 give me a heart that's willing 给我一颗愿意的心 that's why David says 主啊你给我一颗愿意的心 你给我一颗wide and willing的心 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去给予 祂要医治我们那颗封闭的心 关闭的心 硬的心 但是祂要帮助我们去develop 帮助我们去塑造一颗 光晃而且愿意的心 光晃跟愿意的心 所以我们身边中有两个option 你可以是一个heart and shut heart 是关闭起来的心 或是一个打开的心 Let me ask you 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神 能够提挠祂的祝福的 which one here's a crazy thought it's the one that's open 神可以给你 就是因为你open 因为你create space 你create空间 让神可以在这个中间来 来做事情 神可以在中间来做事情 right Watch this 2nd Corinthians 有点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到第十三 这边我要讲的是the message的translation 我们今天用中文直译信息版 这边说 亲爱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言语无法形容我的内心有多么渴望你们 渴望你们怎么样子 进入到这个宽广丰盛的生命 神赐给你们的这个宽广丰盛的生命 我们与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壳 而是你们自认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你们的生命其实并不渺小 You're not small Listen You're not small You're not insignificant 你不是渺小的 你不是不足为道的 你的生命其实不渺小 只是你们用狭义的方式来生活 It's not about you It's how you live 你本人不是这个样子 But you choose to live that way 是你选的这样子 或许这样说有点时间 但是继续都是出于爱 所以他说 求你 请你打开你的心 活出那宽广丰盛的生命吧 请你打开你的心 活出那宽广丰盛的生命吧 You have a big wide future ahead of you Don't live so small 不要活得这么小 不要活得这么小 我听在美国有一个叫做Gateway教会的 Robert Moore's牧师 非常棒的牧师 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教导 我们所看的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是 based on 他的一本书叫做The Blessed Life 蒙福人生 他有讲到一个故事 我永远会忘记这个故事 这故事太太美妙了 他说 我家有一个人叫做Steven Steve还是Steven 有一个叫做Steve的一个弟兄 Steve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一个businessman 一个做生意的 所以他在他的人生当中 神很大的祝福他 所以有一次他在灵修的时候 神就对他说话 神就跟他说 你有多少的钱 他说我有多少钱 他就去查 他去check他的checking account 就是他的存款 他就看到存款里面 有这样的一笔钱 他说 哇 还蛮多的 然后他就感觉到神 他说你有多少钱 所以他说 OK 我已经去check那钱 但是他知道神的意思是 你总共有多少钱 所以他在来去check 不是指他的checking account 而是他的定存 saving account 他去看他的定存里面 有这样的一笔钱 他说 哇 那是多了 OK 那他接下来又知道去check 他的investment的portfolio 他投资现在的那个是多少钱 他去check 那有这样的一笔钱 说 哇 然后他最后就去check 他的retirement 退休基金有多少钱 所以就有四笔钱 然后神就跟他说 我要你把这加起来 然后他就把这个加起来 然后有很多钱 因为神很大的祝福他 有很多钱 很大的一笔钱 然后神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把这笔全部 不是只是checking account 全部都奉献给我 然后Steve他说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哇 我不应该把这四个数字加起来的 他说他第一个感受到这个 Steve说他第一个感受到这个恐惧 因为我们的心就这样 我们心会有这些的 恐惧进来 这是我存了这么多年来的那个 这是我存了十五 这是他已经工作十五年 这是我十五年来才存到真的一笔钱 This is what I have last 15 years 不过他说他第二个的感觉 第二个的emotion是一个joy 一个喜乐 因为他跟神说 神啊 你大概不会常常问一个人 把所有的都奉献出去 我不认为神会太多问了 我不认为神会太多了 这是一个超级的购义 是一个超级的购义 所以接下来几个礼拜会教导什么 是一个超级的购义 但是它是超级的购义 所以他说 他就说 所以Steve他就回去跟他的妻子去沟通 一定要跟你妻子沟通 一定要跟你妻子沟通 绝对不要 You have to 有一次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 我要把我的房子奉献给教会 我说你有没有去问过你的太太 他就说哦 对哦 然后他去问他的太太 然后就没有奉献给教会了 but it's okay because夫妻要同行 we're not here to get money it's not and because we believe in strong marriag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way so他 Steve他就问他太太 他就说 ok 我们把他奉献给神 so they gave it away all of that everything 全部奉献出去 right 这个数字 and then 大概一年之后 他有一天 在做devotion的时候 神要再次的对他说话 神说你有多少钱 and he's thinking ooh God you know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right 你骗我第一次是你 第二次是我的时候 所以我不要被 但是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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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check 你有多少钱 and then他就去把这四个account check in account saving account 定存的 存款 定存 投资的 跟退休基金 全部再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he was shocked 因为加起来数字 是跟去年一模一样 to the cent 因为美金是有cent 一模一样 and then and then God spoke to him and says 你花了十五年所做的 我在一年之内 就做给你看 listen your life is not small 神要在你生命中做的事情 不是渺小的 so why you live in it like like it's small 为什么你活得好像这么的渺小 为什么你活得这么的stingy 为什么你活得这么 so stingy it's like you know some people we're so stingy with God 有时候我们都只是把我们剩下的给神而已 we give him the love over 我剩下的时间给神 口袋有多少零钱 给神 we give don't live a small life don't live a small life 我们生命中就这么短而已 你再怎么活你就只有七十年八十年 you know prince philip活到九十九岁 but that's a long time but still but你有一个机会是你可以在这短暂的几年之内 在永恒的里面有一个long lasting的impact 是超越你在永生之年 超越你在地上的六十年 超越你在地上的七十年 超越你在地上的八十年 你有一个机会是有一个 因为还是超越这所有的一切 your life is not small so don't live it like it's small let it go sometimes say 冒犯了的你 let it go 你的心 forgive 曾经 我以前那家会被伤害过 所以我不想的 let it go trust again believe again serve again engage again 再一次 don't live a small life because神在里面有更多的要赐给你 it's not the end this is not the end it's just the beginning 好吧我们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好吧 我们双手向神举起来 as a sign of surrender 好像我们 代表我们降伏在神的面前 亲爱天父我们来到我们面前 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做一件的事情 天父我们祷告你 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心 你来医治我们过去那个封闭的心 关闭的心 所以你要教我们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心 但是保守不代表把它关起来 we don't guard it by closing it we guard it by choosing what we allow to come inside 所以今天我们祷告 我们allow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的里面 我们遵循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 来改变我们的身边 来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不是shut down的 我们心不是狭窄的 我们心不是渺小的 但是我们要向祢把我们的心敞开 求祢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心里面 做那伟大的事情 so let's just come before God Hey Let's worship Let's worship Let's worship flesh Let's worship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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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weet wife sweet wife oh, you heavens let the brakes go up as the laws come down of creation everything with breath repeat the sound all his children clean heads grow hearts good grace,good God his name is jesus washing wife sweet wife oh, you heavens let the brakes go up as the laws come down of creation everything with breath repeat the sound all his children clean heads grow hearts good grace,good God his name is jesus we sing jesus come on j jesus our redemption our salvation is in his blood yes it is yes it is yes it is jesus light of heaven for heaven for forever his kingdom come a ye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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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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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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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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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我们眼睛 闭起来在神的面前 我们让多少人 你从来没有接收主耶稣 祝基督成为你个能救主过 今天你有个机会可以邀请这位主 进到你的生命中 祂可以改变你 你的生命不渺小 你的生命不渺小 愿你的生命是一位爱你的 创造这宇宙万物的神 所创造 所赐给你的 你的生命不重要 不要想说要生命 不要想说要结束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不渺小 不要觉得你的生命是不重要 你的生命是重要的 因为是神所创造的 今天你有个机会可以邀请耶稣基督进来 祂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祂可以帮助你 祂可以洗净你的罪 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离 当我们与神隔离时 我们也是与祂的生命隔离 那今天神要邀请你 尽量让祂回到祂的家里面 祂要把祂的生命赐给你 祂要改变你的生命 祂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等会数到三的时候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 接受祂 邀请祂进到你生命中 祂要改变你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的话 数到三 把手举起来 一 二 这是你的时刻 你的生命不渺小 三 我看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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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们大家 跟着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说 亲爱的天父 我来到你面前 我打开我的心 求你进来 成为我生命的主 还有我的救主 我把我生命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帮助我 我谢谢你 耶稣基督 你从死里复活 赐给我新的生命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不再一样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充满盼望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谢谢你收看我们The Hope的频道 希望今天的讲道有祝福到你 你也先别急着离开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就不会错过所有精彩的讲道跟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也可以点选下面的铃铛 这样子我们每一次有新的影片出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收得到 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支持我们的市 跟我们的教会 请你可以用奉献的方式 可以点选Give Now 来继续支持我们建立这个教会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